好,兩位就定位了 想換背景 哦,可以啊,可以啊,當然可以啊 哦,難得有同學可以做主的時間,有沒有 不然每次都是老師講而已 老師跳掉了 在那個,我看一下 在這邊 上一頁,這裡 你要背景 你要什麼 好,他已經有挑好了 這個都是我去別的地方上課 因為我去別的地方上課,我都很認真 會幫他們準備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這個,好好好 你就按右鍵下載就好 好,那像他這樣下載下來,就拖曳 按著拉拉拉,拉到這裡不要放開 等他打開之後,拉上來 好,現在是擺在上面 對不對,所以說在這邊 像他這個 我先把他大小,因為他現在不夠大 所以我先把他大小變成 跟我的畫面一樣大,有沒有 好,然後呢 現在這一個,我拉過來 不太夠大,那我稍微讓他變形一下 這裡有一個變形,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拉伸了 好,可以啊,你也可以 可是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對不對,好,你現在把這個圖長 拉到我 這個,最後一個上面 對,好,放開 好了,這樣可以嗎 錯格 好,所以呢,來 這裡 還要放嗎 我想說你已經準備要錄影了 我就把他拉開一下 你還要放什麼 我又按掉了 剛剛我們是在背景圖 現在在這個嗎 還在藍綠幕影片 熊熊 熊也很多人喜歡 好,這裡先縮小一下 這裡先縮小 好,自己拉過去 喔,還有狗 哇,這兩位你們開直播很累耶 找演員找很多 好,拉進來,丟上去吧 有,進來了,大小自己調整一下 對不對 各位,來,來 不好意思,你是要熊還是要 你把人家裁切的 不用按ALT 對,如果你只是要縮放的話 不需要按ALT 有沒有,就直接拉就好了 嘿,如果你要縮放才要 按ALT OKOK,那你想要擺在你們桌上自己擺 他要放後面自己 塗層要移到後面去 對對對 塗層有沒有 塗層大家要移到桌子的後面 好,這一隻比較小隻 好 早知道還是把FotoShop 學好比較快對不對 好,欸,調整塗層 之後把它放在講台的後面 那一隻熊 對,這樣他就躲到後面去啦 然後 對對對,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這邊 他們現在有問題 這裡是曝光了 所以點到這裡 你們兩隻要不要小隻一點 這樣有沒有 這樣可以嗎 好,按下開始錄製吧 要幹嘛 隨便你要幹嘛 等一下喔 忘記一件事情 你們有上3D的才有這個 來,找位男生來幫忙一下 欸,我很認真耶 我有帶這個 誰要來幫忙寫一下 第幾目啊 你們不知道這個 來,幫我切過去一下 這個很重要啊 拍片的時候這個很重要啊 雖然這個不是電子的 現在他們拍電影都用電子的啦 但是這樣子比較有手感啊 對不對 所以 當然啊,自己手寫啊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今天走路比較慢了嗎 東西帶那麼多 來,自己寫 不喜歡,等一下衛生紙查票就好 日期 那你們要講什麼 今天你注意 有沒有,這樣有幕後花絮有看到嗎 隨便寫 好,隨便寫,隨便寫沒關係 要簽名我也不反對 嗯,只要來簽個米唄 好,啊誰要來幫忙打板 自己打 自己打喔 你要跟我上課一樣喔 一切只能都靠自己 好 來吧 對準這裡 好 好 很顯然這位主持人沒有辦法自己控制自己 麥克風 麥克風 好,欸你是要按那個啊 欸各位,請問打板的畫面要不要錄在裡面啊 要啊 因為這是以後剪接的重要一句耶 所以不是這個按下去 這個拍下去然後才按錄影喔 對,你先按那個開始錄影 右下,右手邊 有沒有,開始錄影 對,好 交給你 同時按嗎 你按下去,你那邊按下去這邊 反正錄起來就好了 Acti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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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來賣東西 這個賣東西 紅色的袋子 有那個 花 喔 這個 買袋子送筷子 這不是筷子嗎 這是筆 這兩位提示 那個筷子跟筆不一樣 我記事 這個 買袋子送筆 要買兩個 買而送 買而送 三腳架 這個 這個 你沒有老師的免費三腳架 老師的 老師的用過的這個賣不出去 加碼 這也是正品 好 好 感謝他們 來來來來 謝謝謝謝 這樣體驗一下 但是要自己看一下 來 我把它停止一下 我順便給各位看一下 你聽了嗎 來我們看到這裡 你看到它 錄好之後啊 在這邊 因為它錄影完成之後 檔案會放在哪裡 我的文件夾沒有影片 但是它現在新版本 它的副檔名 各位有沒有看到是什麼 是不是叫MKV 就是那個KTV那種格式 那不見得每一台電腦都可以播 所以呢 它有內建一個轉檔的工具 在左手邊 有沒有叫重新封裝 也就是說呢 它在這邊可以幫我們把影片 剛剛他們做的 預設的會用時間 錄檔名 好 有沒有看到後面變成MP4 那這個很快 一下就好了 OK 所以呢 我現在重新把它們的影片打開 有沒有多一個可以直接看到了 點兩下 自己 要先view一下 看看剛剛做的事情 收起來 今天要人賣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嗎 紅色的袋子 所以最好不要直播 錄一下 要該剪的 該剪一剪 直播出去就來不及了 齁 直播你在那邊燒燒頭 然後做一些不雅動作也會出去喔 好不好 是 這樣有感覺了嗎 好了齁 感謝兩位配合 等一下有獎品齁 齁 這個 出來帶臉的有獎品 好 來 OK 所以這樣各位 體驗過的時候 應該就比較知道 為什麼現在 網路上那麼多網紅 因為 像這樣子 你有沒有發現 設備 有沒有很貴 沒有 場地 也不需要太多 當然我們不鼓勵各位 就是用手機直接直播 因為手機直接直播的話 其實效果比較差啦 因為你也沒有 不容易做後面的區域 可是這個 你的環境可以控制的話 你可以像這樣就可以做的效果會比較好 好 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的 那 你要怎麼做這些 背景啊 其實隨便你 好 那麼 這個 讓大家體驗過了 等一下呢 再找一個 有沒有要來幫我們報氣象的 可以當氣象主播 因為今天開始要變天了